他说台式酸甜鸡 我在台湾生活那么久 我真的是没有看过哪一家餐厅在卖酸甜鸡 我的菜呢我是点了一个照烧豆腐饭 那他那个照烧我想说应该是甜甜咸咸嘛 没有 吃起来就酸酸的 然后也不甜 然后咸味也不够 我就不知道自己在吃什么 重点是他的菜哦 他的配菜都是冷的 我就觉得说哦天哪 我到底是在吃什么娃哥 大家好欢迎收看柏林不一样 我是Elvis 我们现在来到了巴伐利亚湾 那当然就要去最有名的星天鹅堡了哦 那我在出发前呢 我就看了从慕尼黑到星天鹅堡呢 总共有四班车 最后的抵达时间都是9点13分 那因为我就知道德铁的尿性就是非常的会雾点 所以呢我就选了最早那一班车5点10分出发 没想到啊这个德铁还给我连续5点2班 让我们没有转到车 所以呢又在这个Middle of Norway的小镇 Burroi 一个半小时 我也不知道要在这里干什么 因为现在呢什么店也都没开 我们就坐在这边干等 那希望接下来呢 我们今天就会顺顺利利的带大家去看这个 迪士尼梦幻般的星天鹅堡 人家说啊人算不如天算 你再会算都有可能被得铁暗算 刚刚呢 Semi就去问那个账务员说 那请问一下我们最快最快可以到星天鹅堡的车是哪一班 他就告诉我们现在第四月台这一班车 然后他说 但是你要注意呦 这一台车 它一个呢是开往星天鹅堡 另外一个呢是开往奥斯布克 因为他来的时候呢 他会是同一台车 可是他要离开的时候呢 他会分成两个方向开 那个火车会分开 我的老天爷啊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观光客 然后你根本就不知道状况 就哦 这台车到了上车 台湾的车厢从来不会这样分离 那你怎么会想说上车之后呢 这台车会一分为二 另外一半的车会开往奥斯布克 对不对 哦 我们的车来了 那呢 他刚刚跟我们说的前半段 所以我等一下就要往前走 有有有 他这边有写 他写到Fusion 所以后面的话就是到奥斯布克 对 我现在总可以安心一下了 因为我们等一下呢 就直接坐火车到Fusion 然后再转公车上去星天鹅堡 哦 我们终于抵达Fusion火车站了 它就是你要到星天鹅堡呢 最后的一个火车站 那我们现在呢 就要搭公车 去攻顶星天鹅堡了哦 昨天呢 我在网路上看票的时候呢 已经都完全没有票了 但是星天鹅堡呢 虽然它售票完毕 可是呢 每一天早上的八点 它都会释出一些当日票可以购买 所以我们就想说 我们今天当天来赌一把 我一下公车啊 我跟你讲 跑第一个 我拔得头丑 是第一个买到票的 它有两个选择 可以上去星天鹅堡 一个呢 就是走路大概走四十分钟 到五十分钟左右 另外一个就是搭马车 有公主梦的我 当然是要去搭马车咯 我五点出门耶 然后你们八点出发 然后却跟我们同时间到 哇 我们现在搭上马车了 你有沒有看到我后面 缓慢缓慢的前进 刚刚呢 以为前面只有司机可以坐 没想到我们可以坐前面 可是前面会陷轰 前面非常冷 也对 公主都坐后座嘛 对不对 那我公主坐前座 对啊 你又不是马车夫 这个天气 这个体感温度应该负七度负十度吧 因为我们现在在海拔一千公尺以上 那坐马车上来的话呢 一个人是收八欧元 好了 现在公主要下车了 你不要下车就滑动了 那我的车夫呢 我的车夫在哪 你的车夫在前面 好 我要去拍 大家要去拍 好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拜拜 好 没有机会 那我们现在呢 下马车之后 有没有看到 新天的暴已经近在眼前了 我刚以为呢 我们会直接攻顶 没想到 我们还是要这样 咻咻咻 爬上去 Let's go 有没有看到 我们现在已经快要到新天鹅堡了 这边呢 它有一个休息区 就很多人爬到一半受不了 就在这里小坐休息 然后它还有时刻表 就告诉你说 你的导览时间是什么时候 它这个新天鹅堡呢 只能导览 它不能自由行 就是呢 不能说 我买票了 我要自己进去参观 它都有时间限定的 然后一个人带你进去 带你出来 那它这边呢 你可以选英文的导览 或是德文导览 但是它也有那个机器 你可以选各种语言 然后呢 我们选的是中文 哇 你看后面这个山景 先不要说新天鹅堡了 你光看后面这个山啊 配这个雪 很像山水画 对不对 而且啊 我有在看 并于火之隔 这根本就是那个北国 有没有 我就是John Snow 哎 没有 我叫做Alvis Snow 也太美了吧 然后你看 这都是雪 很适合干嘛 你知道吗 打雪仗 很适合 打雪仗 很适合 打老公 而且我跟你讲 现在天气很干啊 所以这个雪都不会 噹噹 拍一下就掉了 屁啦 全部掉到我的口袋里面 等一下口袋都是湿的 会揍飞 我们再十分钟就可以进去了 我跟你讲 我今天好像超sade的 然后现在来到这边啊 真的觉得一切都值得了 我光看到这个山景啊 还有这个城堡外观 我就快高潮了 真的超美的 满足我的少女心 哇 我们参观完了 真的非常值得 超级值得啊 里面真的是金碧辉煌 这个星天鹅堡呢 它是由巴伐利亚的国王 路德维希二世所 亲手设计的哦 里面的房间设计呢 一砖一瓦 都是他指定说 不知道怎么做的 而且啊 它是华格纳 歌剧的超级大乐迷 所以呢 它设计的房间啊 都是以华格纳的作品 比如说帕西法尔 罗恩格林 和崔斯坦 于一所得的场景 所做原型 所以里面呢 一点都不像皇宫 好像走到了 歌剧院里面一样 要准备看表演 那他呢 也是一个极度浮夸的人 整个房间的角落啊 都充满了图案 不是有颜色就是湘金边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是一个非常虚化的皇帝 那也因为这样呢 他喜欢盖城堡 他就把所有的钱都花光 星天堡呢 他原本设计 只有360个房间 可是因为他极尽奢华 花太多钱 最后呢 只完成设计了14个房间 就没钱了 那再来呢 他发生了政变 因为他都不务正业 一天到晚 只是搞艺术乱花钱 所以有一天呢 他就被他的政府带走了 在他被软禁的隔天呢 就发现他的尸体 在斯坦贝尔隔壶的旁边 至今呢 死因不明 没有人知道说 他到底是怎么过世的 所以呢 我在想他应该是 是干票的 对 没错 就是被他的政府干掉了 然后更过分的是啊 在他过世的七周后 这个新天鹅宝 就立刻开放 收票一般民众进来观光 赚一些钱 赶快回本吧 没错 300多个房间只开了 14个房间就要破产了 起雾了 起雾了 好像魔法城哦 对不对 Winter is coming 不知道那些不死人会不会来 那些怪物会不会出现 哇 可是你看就算起雾了 我觉得还是很漂亮耶 我们现在下山呢 就用走的没有坐马车 漫步 在这个雪中森林 但是呢 我本人就是有一个很负面的想法 看到旁边这个这么高 我只想说 哎呦 这小蕾不知道还有没有得救 哇 真的耶 哦 他停下来了 哦 他要大便 他在大便 That's why 那再要去新天鹅宝的路上呢 你就会看到这个 富丽堂皇的高天鹅宝 他是以前巴伐利亚国王 在这一片山区的城堡 也算是巴伐利亚王国 数一数二漂亮的城堡 但是呢 我们的浪漫国王 杜德维希二世呢 他就嫌这个城堡不够漂亮 他觉得不够梦幻 所以呢 他长大之后 他就决定要打造一个新天鹅宝 就在他的对面跟他遥望 我真的是超级饿的 我们本来呢 离开新天鹅宝之后呢 要在Fusion吃午餐 但是因为雪塞是太大了 很多火车跟公车污点 我就觉得说 万一我们困在这个小镇 挥不了价要怎么办 所以呢 我们就决定 直接搭车回到慕尼黑 然后呢 我刚刚就在Google上 随便找一个餐厅 他这家餐厅叫做 特别的台湾味 那我也不确定 这是不是台湾人开的 可是我看了一下菜单啊 很多台湾的菜 比如说什么 三杯鸡啊 牛肉面啊 乳肉饭啊 那他CP值有蛮高的 因为呢 很便宜 然后他就开在慕尼黑大学的旁边 好期待哦 我刚刚老板问我的时候说 你要吃大份的吗 我就说 对 我要XL 我的餐来了 有没有看到 真的是很大一份耶 非常大耶 而且看起来超好吃的 它的颜色看起来非常的鲜艳 那我这个话呢 正常份量是8.9 可是因为我吃加大份 只要加2块10.9 好饿哦 我只忍不住了 我要直接大口大口吧 那我当然也是吃鸭肉了 可是我这次吃的是 辣子鸭 那我也只是点大份的 因为我两个都超饿的 嗯 蛮咸的 很咸 可是感觉没有加味精 它还是稍微比较干的一点 回到家了 刚刚在那边吃饭呢 老板娘一直在旁边 不好意思讲 回到家之后呢 我真的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我们今天真是大财勒 我们整趟巴伐利亚的旅程啊 每一间餐厅从来没踩过 因为都有做的功课 可是今天呢 我们是零食 我在Google上面找的 然后它是写说 它是台湾餐厅 我就想说我去吃吃看 没想到啊 哦 它的口味跟台湾真的是 天差地远 完全不是台湾餐厅的味道 而且它那边的菜色啊 有各式各样的名称 我看到一个印象最深刻 它说 台式酸甜鸡 我在台湾生活那么久 我真的是没有看过 哪一家餐厅在卖酸甜鸡 我的菜呢 我是点了一个照烧豆腐饭 那它那个照烧 我想说 应该是甜甜咸咸嘛 没有 吃起来就酸酸的 然后也不甜 然后咸味也不够 我就不知道自己在吃什么 重点是它的菜哦 它的配菜都是冷的 我就觉得说 哦天啊 我跟你讲 刚刚在餐厅的时候呢 它那个鸭其实满柴满干的 重点是它下面那个酱 还有所谓的配菜 它就只有咸 就是没有任何其他味道哦 就是咸死咸 很恐怖 要怎么说才不会太伤人呢 就是 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吃过 最 不能以好吃来形容的菜 所以后来呢 我们拍到一半呢 我们就收一收了 然后更惨的是 我们实在太饿了 我非常饿 我饿到无语伦品 所以呢 我就眼睛一闭 把它全部吃完了 然后它那个酱 我尽量不要撈它那个酱 就是我尽量把它配菜都立堪 然后把它配饭 把它吃完了 我们说彩雷 然后等一下老板出来说 哪有我们这很好吃啊 我跟你讲 什么彩雷 他们都吃光光 哪里再难吃 那我也是百口莫辟 因为我真的很饿 我真的全部吃完了 然后Avis呢 他吃了两口 拿一个他的豆腐 跟我说 三明你觉得这是照烧吗 我吃下来说 这比较像草参 它当然不是草参啦 我说比较像糖醋啦 酸甜的 绝对不是照烧 可是他还是把它吃完哦 也是清潔之家 我说那我们这样 根本不能跟观众说我们踩雷 不然等一下店家出来说 哪里踩雷 他们全部都吃完了 胖了瘦了 两个都把它吃完了 以上呢 都是Semi个人的言论 不代表我们本台的立场 好不好 这次来巴伐利亚旅行 可以到各式的城堡 王宫 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 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呢 就是在这个餐厅踩到雷 那如果你有来过巴伐利亚旅游 哪一个城堡跟王宫 是你最喜欢的呢 或是哪一个是你最想去的呢 那如果你在旅游的时候呢 也有踩雷的经验 都欢迎你们在底下留言 跟我们分享好不好 那看完影片啊 还没订阅的话 很重要 拜托你订阅按下去好不好 我们就下次见啰 拜拜